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 亨利虽然已从飓风降级为热带风暴 但每小时的持续风速仍然高达每小时60英里 阵风高达每小时70英里 官员警告说 未来几天 内陆地区可能会出现水淹灾害 持续至周一 新英格兰南部和纽约数百万居民将会看到树木倒塌 遭遇停电和洪水泛滥 从上周六开始 纽泽西州的城镇报告了大雨和街道洪水 到周日中午 一些地区的积水高达20厘米 罗德岛约有7万5千户断电 康乃迪克州约有2万户断电 到麻塞诸塞州有近6900户断电 美国气象学会前主席马歇尔·谢波德说 亨利让人想起缓慢移动的飓风哈维 在2017年摧毁了休士顿地区 受风暴影响的各州政府都向居民发出警告 迎接数十年来首次可能遭受的飓风直接袭击 周日新英格兰地区数百架次航班被取消 拜登总统宣布大部分新英格兰地区为受灾区 并将提供联邦救助费用 金桃人记者李清怡锐利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